荣麗的春节也即将到来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芋头糕 食材有芋头切好700克 再来米粉350克 糯米粉52克 地瓜粉52克 水1050克 还有糖、盐、胡椒粉 将芋头刨成条或切成条都可以 现在我们要来调我们的粉浆 先将再来米粉、糯米粉以及地瓜粉全部放入水中 再将粉浆调拌均匀 再将糖 糖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 加入胡椒粉 再加入盐 再将粉浆调拌均匀 锅中加入一点油 将芋头稍微略炒一下 再将粉浆先倒一些进来 将粉浆跟芋头稍微拌一下 再把剩下的粉浆倒入进来 将粉浆跟芋头调拌均匀 农历春节已即将到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了这个芋头糕 自己做的芋头糕非常的好吃 又非常浓郁的芋头香 粉浆拌到这样子有点黏稠了 我们就将火关掉 我们再准备一个容器 将容器抹上一点油 这样子可以等一下方便它来脱模 容器上面抹上油之后 这样就可以把芋头放入进来 将芋头糕把它压扎实一点 芋头的上面倒一点油下来 将芋头的表面把它整理整齐 今天我们的芋头糕将分成一个电锅蒸 一个用瓦斯爐上面蒸 电锅外锅三杯水下去蒸 电锅版的芋头 再加入两杯水下去再继续蒸 水滚之后再将萝卜糕放入蒸笼上面 先设定蒸30分钟 如果没有水的话 记得还要再加补充热水 看一下我们的芋头糕 哇非常的漂亮 芋头糕蒸好之后 先将它放凉 再来脱模 自己做的芋头糕 满满的蒸材石料 都是芋头的香味 蒸材石料的芋头糕 是芋头糕痕 是芋头糕的药 是芋头糕的药